我大概從4月1號機區公所登記呢 到現在今天是4月24號 等了三個禮拜左右 終於換我拿車了 在還沒拿到車之前 我覺得想說怎麼這麼好康 真的嗎 有點不太敢相信 現在剛剛看到行照上面寫我的名字 哇真的是 這輩子我收購政府最大的一個禮物啊 嘿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中華櫻木林外面 他們通知我來領車了 哇我現在超興奮的 我大概從4月1號機區公所登記呢 到現在今天是4月24號 等了三個禮拜左右 終於換我拿車了 在還沒拿到車之前 我覺得想說怎麼這麼好康 真的嗎 有點不太敢相信 現在剛剛看到行照上面寫我的名字 哇真的是 這輩子我收購政府最大的一個禮物啊 超興奮的 好那話不多說 我們進去裡面領車吧 哇這台是我的 哇好漂亮喔 這個整台車型大大 車牌號碼也很讚喔 0506 漂亮 我們來問一下帥哥阿郎 阿郎嗨 那個可以跟我們觀眾講一下 交車要準備什麼 然後注意是這樣有什麼東西 交車的話要幫我準備 中央的輔助款7000塊 那658的強制檢視自費的 那7000塊是3到6個月後 政府那邊會撥款回你的戶頭裡面 所以我們要準備那個存的銀本 對 然後還有你要準備一張信用卡 信用卡喔OK 不一定要自費的 那會幫你綁定車子做 試刷2塊錢的動作 喔 試刷2塊錢 是一個程序就對了 對 那就是之後第6年 我們會走月租支備 那會自動扣款 喔 了解 因為那個時候你們是說 如果沒有續約的話 就只能賣掉或是報備嘛 對不對 沒錯 這兩個途徑嘛 對 交車程序上我們一開始 我要先跟你核對什麼 我這邊先跟你核對一下證件 那這邊是你的行帳 你的領牌登記書 那這個過戶的時候 會用大家幫我收好 喔好 哇都幫我們準備好了 好貼心喔 這個是我們車子的發票 喔還有發票喔 哇喔 那可以對獎用的 那最後是強制險的部分 就是658是保一年的 阿朗請問一下喔 那個觀眾問說 如果要保固的話 是只能回到你們這間保養嗎 還是 目前有跟其他車廠有配合 就是掛我們中華的原廠認證 就可以算在保固 那這個是上網有資訊嗎 大概記得我們目前有幾個贊點 目前的話我們有配合六間車廠 那網站上還沒對外公布 那想要 而且更詳細的話可以先來問 就是如果要知道更詳細的 六個店家資訊 直接來問你們就對了 好各位我們現在在核對那個合約內容 阿朗這個合約我覺得蠻特別的 可以跟觀眾講一下 裡面有一條內容 那我們這個約 專約是把五年 就是六十個月 六十個月 六十個月啊 月租費是六九九 那實際上你會收到發票 那但是信用卡不會做扣款的部分 是因為政府他有做補助 所以是零元的 那租訂期間未滿六十個月 沒辦法變更資費 也不能辦理過戶 那也沒辦法提前解約 或是電池買斷 那如果合約到期之後啊 沒有做提出異動的動作 那我們會以基礎型的方案 去自動續約二十四個月 就是我們兩年 好那兩年那個自費就是三九九 就是依照當時的自費為主 目前是三九九 OK好 好各位剛剛那個合約解說完畢之後啊 他會傳一個訊息來 訊息點開之後有個網址 這邊就是那個刷卡的一個介面 他用這個線上刷卡來綁定 你的這個整個合約自費的內容 然後他有一個四刷兩年兩元 會再退還給你 所以還是不用錢的啦 你真正實際要繳的就是六百五十八塊 那其他七千塊 然後都會是退還給你的 完成之後上面會寫這個 刷卡成功 這代表這個程序完成啊 全部完成之後啊 他這邊會有一個查詢結果 就是他會有一個五年的合約期限 你看今天四月二十四嘛 二零二四年到二零二九零的四月二十三號 那這個就是自己要稍微記錄一下 才知道說什麼時候到 因為五年滿長的OK 好那這樣程序差不多完成了 準備要把車騎回家啦 要騎回家之前呢 我們請那個帥哥阿朗 最後再幫我們車輛點交一下 然後啊它是鑰匙版本 它跟油車很接近 我們插上去啊 往左邊轉 它是開車箱 好 開電門的話是往右轉 那會看到有閃電的符號 這個是馬達還沒啟動 那我們啟動馬達的話是 煞車再加啟動鍵 好 然後會看到一個棋子 那如果我們目前踢側駐的話 它會有一個防爆充模式 它馬達會自動斷電 如果現在要啟動也是沒辦法啟動的 側駐在的話就不能啟動 對它是安全上的好了 車子有三種模式 我們隨車會贈送一組充電器 是 那充電器的話它是沒有保固的 對因為它是熟的 但如果我們剛拿到充電器阿 嗯 馬上就發現這個充電器有問題 那我們會換一個新的給你 過了一兩個禮拜才發現 那可能就沒辦法了 本身這個零元方案本來充電器就沒有保固的 欸沒錯 那馬上幫我們示範一下吧 我們拿到的話一組新的電池阿 它會是有一個變壓器 然後跟一個充電的頭 然後還有一個是我們插座的頭 然後它是三個洞的 然後它是吃110的電 那如果插220它會燒掉 所以不要插到220 好 確記喔不能插220的喔 然後我們家裡的話如果是兩個洞的阿 我們可能就買個轉接頭 那有些人比較粗魯一點會把這個頭拔掉 喔不行嗎 會比較建議就是買轉接頭 好會比較安全阿 因為那是個安全機制 對對對 然後我們變壓器這邊會亮紅燈是正常的 黑色這邊我們先按折 防水套就可以抽出來 車子這邊會有一個按鈕 我們按下去它會彈開 然後這邊有個防水套 那我們插頭它是防呆的 所以你插反它也插不進去 好 那我們插的話是正的插上去 這時候要記得先洗火 那如果發動的情況下 它是沒辦法做充電的 那插上去會有一個卡卡一聲 然後車子會有一個提示椅 BB聲提示完阿 會看到儀表板會顯示 還剩餘多久可以充飽這顆電池 OK 等一下會跳出來是嗎 它稍等它一下 喔好 它這邊就是零個小時 就5分鐘就可以充飽 那如果我們充電器有問題的話 這邊會顯示Echo 就是英文的E 白頭的 就是顯示錯誤 它就代表可能充電器有問題 或是你的插頭沒有插好 然後充插個一兩遍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充電器的問題 就是要判斷說它充電器好或壞 就是沒有顯示時間的話 基本上可能就是故障的 對對 那把它掉的話就是 按著這個黑色的 然後順的抽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邊自然就會斷電了 它就會斷電了 OK 充電器的話 就會建議就是要一手提著它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拿著這個槍 然後不要去拉扯到它的線 或者是這一顆零到雨 它是蠻容易壞的 那一顆售價的話是 5250 欸喔之前那個聽你們講過 要好好愛護這一顆充電器啊 對 好那最後要提醒大家 那個保固的問題 阿朗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車體保固是 兩年或是三萬公里 那電池的話 我們零元月租方案 是終身保固的 OK 大家就要記得回來保養 才享有完整的權益喔 對 就是記得要回來保養 反正它們3000公里才回來一次嘛 第一次是300公里 我們第一次是300公里 算是很久才回來一次耶 我覺得 公里數大概蠻長的 正常游車到不到1000公里 對啊 我們這樣算下來的費用 也是比較保算 好那有任何車子的問題呢 就歡迎來中華櫻木這邊 成功二店那邊問阿朗 好那感謝阿朗今天幫我們 這麼詳細的開箱這台車 聽說現在在辦的要等很久 要排到10月11月囉 哇有沒有聽到 趕快來辦就對了 目前政府是說不現名額啦 但是先搶先贏啦對不對 沒錯我們先搶先贏 我們還是依照政策為主 它說不定會突然說現名額 已經暗示那麼清楚了 趕快來辦就對了啦 那之後我會再把這台車 好好的深度試駕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啦 有問題來找阿朗 OK 記得來找我喔 OK 掰掰 OK 騎外店裡的 哇 感覺好不真實喔 這台車真的完完全全免費耶 到現在我還是很興奮啦 之後等歐米領到車之後 他連S6應該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我這台車呢 會跟他來個電量對比之類的 然後身為車主 我會這台車 我會好好的試用幾個禮拜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的實用心得 哇 這個電子線好像比較長耶 我們新版的線它比較長 大概100公分 哇 小彩蛋 那個新的充電線也比較長喔 所以距離上面 可以再拉長一點 那要測試充電器看正不正常 好 OK 還有1小時38分充飽 正常 很讚 感謝 對 對 對 怎麼existing 好ping 跟個誓回來 照完 directamente